我必須要講東歐國家 是前有俄羅斯那批狼 後有德意之那批納頭虎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說他能夠讓別人 不記起歷史的怨懟已經不得了了 而且他在做任何歐洲 對著歐洲的禁鄰 做擴展影響力的時候 他一定要注重必須跟法國 是有共識的關係 否則他也受到嚴重的約制 前面我們提到美國總統拜登 5月首度以總統身分 日本親防亞太盟友 而德國總理肖茲 也在4月28號下午抵達日本 展開他擔任總理後的亞洲首訪 當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首相官邸與肖茲舉行會談 雙方討論烏克蘭局勢 還討論5G經濟安全供應鏈 減少對某些國家的依賴 以及東海跟南海等議題 肖茲跟岸田文雄對談 德日兩國在哪些領域 有合作的機會 請問介大使 我想他們最主要是在這個 對俄羅斯政策 就是說俄乌戰爭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 整個的印太跟歐盟之間的合作 歐洲跟印太的結合方面 他們想要塑造出一種形象 那就是說雙方可以合作的 那就跟肖茲他在這個記者會裡面 他開中民意他就講了一段話 他說我訪日是德國及歐盟會繼續 及強化於印太區域的接觸的一個明確政治訊號 所以他一句話就把他的最重要的目的講清楚了 其實我在覺得他們講這個供應鏈合作 其實這些方面 事實上德國跟日本的經濟是沒有什麼互補性的 而且在國際市場 兩個經濟體是強烈競爭的 所以我覺得在經濟上 事實上是他們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想是會各作各話 不過最近我觀察就是說 這個日本的首相跟德國的這個首相 基本上都外交活動的增加很多 光講岸田文雄來講 岸田文雄建完蕭治以後 第二天就出國了 而且他要去訪 訪問一共五個國家 他訪問印尼 越南 泰國 還到歐洲 義大利 再加上英國 那岸田文雄在印度出世的時候 我就說印度不合作的時候 岸田文雄還跑了一趟印度 印度完了還跑了一趟柬埔寨 所以光看岸田文雄這一系列的 這些外交活動 我覺得背後都不拖 他後台老闆的指使 就是說一個推力在這地方 可能美國已經對他的主要萌芒 下了一個江湖令就是說 你們多去訪問 推銷我美國現在 我們的聯盟的一些 對俄物戰爭 還有就是說對現在他美國 所要推動的一系列的 國際議題的一些看法 幫他去推動 蕭茲也是這個做法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是我 比較敏感一點 我倒覺得德國跟日本 以前這兩個國家元首 是盡量少見面的 是 為什麼盡量少見面 免得造成人家以為 二次大戰那兩個 一起來侵略別的國家的那個主要 主要國家又聯手在一起了 二次大戰他們是同一個 同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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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的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兩個國家 我認為會擺脫他們二戰的陰影 會這麼高調的會合在一起 我覺得兩個國家都有一個目的 共同目的 就是他們在武裝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國家的元首聚在一起 其實是側風向 看國際社會 對這兩個國家 二次大戰的所謂的元凶國 現在又合在一起 而且兩個國家都想走回 在武裝的路上 我覺得是一個側風向 所以這一次會 這一次的會談 我覺得對兩國來講 都是各有各的想法 那基本上不過都是不拖 美國的政策的一個 推銷者的講法 是德俄日兩國 可能都有面對再武裝的一個議題 接下來德國將在亞洲 扮演何種角色 也讓大家充滿想像空間 因為蕭茲此行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重點 行程當中沒有安排訪問中國大陸 媒體分析德國前總理梅克爾 再任16年 曾經訪問中國大陸12次 但只有去過日本5次 而去年才剛上任的蕭茲 第一次出訪亞洲 第一站就選日本 象徵著德國的亞洲政策重心轉移 我們要如何解讀 後梅克爾時代 德國的亞洲外交佈局 接著請問劉教授 對 我們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 梅克爾他去中國16次 那麼因為梅克爾的他的整個的 德國的經濟發展 就是說金融危機之後德國復蘇 也就是靠著跟中國的貿易嘛 那個製造業靠著中國的貿易 整個起來 所以非常重視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那麼這是梅克爾時代 那梅克爾時代結束以後 蕭茲當然講說 那現在整個國際的氛圍改變了 比如說跟日本 你看跟日本 剛才在談到說跟日本除了合作以外 你想想嗎 德國跟日本還要建立一個 就是政府對政府的一個協商 這個intergovernmental 就是政府對政府的協商機制 跟中國大陸有 所以李克強跟梅克爾好幾次 就是那個部長跟部長那邊對話 然後他跟法國有 跟旁邊的波蘭有 那現在他就說我跟日本是不是建立 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機制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看到 從梅克爾時代快結束的時候 就去年德國出台了 所以叫印太指針 它的整個戰略的一個指針 在印太的這個指針裡面就講了 其中講了很多跟印太的關係 剛剛介大使也談了很多 跟印太關係發展 那其中有一點就是 減少對一個國家特別的依賴 減少對一個國家特別依賴 都沒有點名中國 那明擺就看得出來是中國嘛 那所以你看在梅克爾 梅克爾這任期快結束的時候 雖然梅克爾反對 但當時的這個國防部長 一直拉著梅克爾說 要同意德國的軍艦到亞洲來 就派了一個巴巴利亞號嘛 巴巴利亞號整個過來 過來說你看英國 法國 美國人都都來了 我們德國要參 那雖然梅克爾本來不答應啊 但是說好 那還要過來 過來說在梅克爾晚期的時候呢 他黨內就有一些意見 就說德國的政策過去太偏中國 你必要做一些調整 所以小資上來呢 終於做了幾個調整了 一個比如說外交上 過去國際上的形象 德國一直維護是和平的形象 現在說我要花1000億歐元去建軍 然後第二個呢 過去我這壓著中國 現在我逐漸展向著日本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外交 和軍事上的整個外交的一個轉變 好 我們觀察完德日的互動 再回到烏克蘭問題上 最新的發展是德國一改過去政策 德國聯邦意願4月28號針對 是否提供烏克蘭重型武器的表決 執政三黨與保守的聯盟黨 一致投下贊成票 共586票 100票反對 7票棄權 這個表決結果標誌了德國在援助 烏克蘭政策上出現了大轉彎 另一方面德國最近將東歐地區增兵 提升北約在當地的存在感 從拒絕提供武器到提供重武器 為何德國政策出現180度大轉變 請問張靜大哥 我想這是隨著整個烏克蘭 就是情勢的變化所投票 但是它並不代表 這是長久的政策的變化 而且就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德國一直秉持它對外的軍售政策 就是唯邦不賣 亂邦不受 所以它對於這些對外的軍售 因為鬧出過太多的醜聞 所以在這情形下像今天這個樣子 是實在沒有辦法的辦法 那但是它其實因為很多的武器系統 都是跨國合作 像它這個防空系統這個炮車 它現在它這個車跟炮它願意提供 結果瑞士出面了說 抱歉那個彈藥是我負責製造 它不賣彈藥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等於 這個講了等於白講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認識 就是說現在這個歐洲 尤其它這個跨越這個國家的 這個就是跨國的這個軍備生產的體系 也造成了很強的約制力量 所以也不是單一國家 它想要改變就改變 那至於您剛提到的就是說 能不能在東歐國家增加它的影響力 獲得這個領導的地位 我必須要講東歐國家 是前有這個俄羅斯那批狼 後有得意之那頭虎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說它能夠讓別人不記起 歷史的怨懟已經不得了了 而且它在做任何歐洲 對著歐洲的近鄰 做擴展影響力的時候 它一定要注重必須跟法國 是有共識的關係 否則它也受到嚴重的約制 所以我們今天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能只看柏林 而是必須看柏林跟巴黎 是如何獲得諒解 然後它才有真正運作的空間 好持續關注 德國向東歐增兵 能不能提升德國在 東歐國家心目中領導的地位 接著要了解德國的經濟部長 哈伯克4月27號表示 俄羅斯天然氣在德國的佔比 已經從原本55%下降 下降來到35% 但是如果俄國突然斷工 那麼德國將會面臨經濟衰退 目前在俄國天然氣 還沒有完全斷工的情況下 德國政府已經先把今年GDP成長預期 下調到2.2% 面對普丁的威脅 蕭茲要如何擺脫對俄國天然氣的依賴 我們請問郭委員 我覺得這個只是暫時的啦 因為美國是3月8號推出禁止進口天然氣的禁令 那連美國都還沒開始 那德國現在只是暫時停止 然後先用它的儲備 然後也呼籲全國要節省用電 可是我不認為長期可以如此 我認為德國最後還是會跟岸田文雄一樣 他本來也要退出沙哈林 那個沙哈林2號 結果日本佔有22%的股權啊 結果俄羅斯就通知日本說 那你按市價來賣 結果立刻從 我的印象大概是增加6倍的價格 那日本立刻受不了說 他們要繼續維持跟俄羅斯的能源合作 我認為德國也撐不住 所以這個只是短期現象而已 因為德國的經濟體在梅克爾的改造之後 基本上就是以低成本的俄羅斯能源作為一個基礎 否則他不會有那麼強大的出口競爭力 那這樣的一個企業結構並不容易改變 這個經濟上的結構面 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說隨著政治的意志立刻就改變 那個調整的過程是非常非常長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說 我們今天就把經濟